剛才有很多新來的同學 我的個子真的很小 也被把我擋住了 這個一無兩脈 我是要分享就是使用執照的那個 就是說網路上有很多人 不知道房子什麼時候應該交給你 那我們要如何去哪裡查資料 那這一張就全部了 就是建造執照的時候 你假如是你的保子 買的時候 他已經是開始蓋了 你就可以去查建造執照 執照上面他就會登記 登記他是使用 是做宅區還是商業區 然後樓層也會住民 現在都會很神 就只要查建造 那使用執照的時候是完工 那完工的時候就已經完工了 那我們還是要去查他的那個 發照日期 我最主要是說這邊的話就是你去找他的那個 那個是益獸屋的那個資料 他會規定就是說六個月裡面 第十五條規定六個月裡面要交屋 然後再來這個是營業署的查詢網站 我們就是從這邊去查使用執照 然後建造的時候是用輸入地號就好了 因為那個時候建造沒有地址 所以你輸入地號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使用執照的樣貌 黃色那個113年那邊就是他的完工執照 完工的日期 發給你的日期的半年裡面 你要去交屋 就是要完成交屋 然後這邊地址的部分 他會有樓層 那每一個樓層的用戶就是你自己就知道 你是不是買到商業區 一般住宅區跟那個一般市戶所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是我一樓網 五十五年前有來參加過這個活動 所以這邊我們有建置這個 就是使用執照的網站 那這邊的話這個就是 你從地號可以去那個石家登陸網裡面 去查這個建案叫什麼名字 用地號查 然後這個是那個 另外的話就是那個建築法 所以七十半條的時候 他有規定 接電接水的時候 就是使用執照下來 那你在現場就可以判斷 電案在接電接水 就是使用執照流到 就是半年裡面要交屋 那這個就是 然後這個就是 也是那隱雄的那個房子 然後他那個商業區 把它賣成住宅區 那我們就是到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 新北市的那個網站去查 就是一樣是這個程序 我有做那個paper的簡報 那假如說有問題的話 你們可以來我這邊照相 然後回去再查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我有做影響下來 那你們要怎麼查網站怎樣 你們可以照相回去再去查 把這個推廣 就不要讓大家 那我花那麼多錢 然後我就被人家騙 叫不了 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